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百年老殿顶级画廊北京荣宝斋 在北京市和平门外流离场西街 有一处文人雅士的朝圣之地,就是文明天下的荣宝斋了 站在那栋古老的宫楼前,仰望郭沫若所提荣宝斋和其宫所提荣宝斋大厦的匾额 就能感受到悠久的历史韵味和沧桑美感 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磅礴大气 是一种让人感动的精致温婉 是一种令人心胸浩然的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荣宝斋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三部分 第一是书画用纸,以及各种扇面装表好的洗瘦平帘等等 第二是各种笔墨,燕台,墨河,水域,印尼,镇齿,笔架等文房用具 第三是代客订购书画正客家的商业作品 从中提成现在的荣宝斋已形成以收藏、书画经营、文房用品、木板水印、装表修复、出本印刷、拍卖、典当、展览、教育培训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中央文化企业 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企业 更是世界艺术领域不可多得的精神宝库 大兴国企 荣宝斋的总经理应该是厅级领导干部 心里有个疑问 就是范存刚老师当了许多年荣宝斋常务副总经理 不知为何一直不设置总经理 这件事情常常百思不得其解 琉璃场是一部飘散着清香的大书 厚重而灵动 古老而鲜活 令人百毒不厌 且时日欲酒 墨香欲浓 韵味欲足 琉璃场的半条街都是荣宝斋的地盘 悠悠三百年的文化老店 荣宝斋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紧紧的连在一起 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 它是全社会的财富 令人仰慕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 焕发着新的光彩 人们都说 整个琉璃场都是因为荣宝斋等文化老店而享有盛名的 对于书画爱好者而言 荣宝斋是个可以一阵式构齐的购物天堂 不仅质量好 而且品种齐全 荣宝斋在多年的经营和收藏中 以闻会友 与书画家们结下了汉墨情缘 是书画家信赖的朋友 也是书画家与收藏家之间的桥梁 被视为书画家之家 多有佳话 曾在荣宝斋经营的现代著名书画家有 齐白石 黄斌红 张大千 徐悲鸿 陈半丁 潘天寿 傅宝石 于飞暗 何香宁 石鲁 赵旺云 吴作人 李柯然 叶浅瑜 李苦禅 黄昼 王雪涛 谢志柳 唐云 刘海素 林散之 陆延绍 黎兄才 等等以及许多当代的著名书画家 荣宝斋 精湛的装表 装针和古旧破损字画修复技术 为世人称道 多年来 荣宝斋的装表艺人们 以娴熟的记忆装表 和修复了大量的古今书画艺术品 和名人墨迹 他们运用传统技术和经验 与现代科学相结合 有很多新的建树 使这门传统记忆 生发了新的光彩 荣宝斋大厦地下一层 荣兴画廊 这里有很多小工作间 成租者定期给荣宝斋交纳租金 租金不算很高 一个月几千块钱 但是长长的书画等艺术品的行情 不是特别景气 这里开店 每几个月就走人的情况 也很普遍 当然也有经营的原因 也有不少做的风生水起的 现在你走到荣宝斋 负一层 还是会看到特别多 空店铺 北京荣宝斋从2004年起 以连续十几年举办 范增先生书画作品展 范增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书画巨匠 书画作品享誉国内外 广受读者 书画界 与收藏家的珍爱 先生与三百年老字号荣宝斋 情意颇深 在荣宝斋大厦落成之际 范增先生曾为荣宝斋大厦书写 巨幅迎联 悬挂于大堂 素青出以环 拔俗画坛 三百载 逢盛世重建 朝陵网折 几千秋 每年春节前夕 范增先生都会特意为荣宝斋 创作一副 正儿匹的画作 十几年来以权惯例 作品摆放在荣宝斋 最主要的位置 一进大厅便可望见 就2020年初的那副正儿匹 就标价6000万元 通常的挂上就能售出 而且必须过一年才能提走 等待范先生的新作悬挂上才可以 范增先生在荣宝斋举办的诗机场 范增作品 新春展 已然成了艺术界的文化盛宴 不仅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也成就了书画界的一段佳话 或描绘古人诗意 或艺书画家情怀 与古色古香高大明镜的展厅相得一张 我们再回头展望百年老店 荣宝斋历来推选的画家 不但是注重画内功夫 更是注重画外修养 作为一个艺术家 没有点传统功力和国学修养 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一个书画家的作品能在荣宝斋售卖 对于作者们也是一项比较大的荣耀 对于老中青艺术人才选拔的接力 也是荣宝斋代代领导者们的智慧和正确策略 也是荣宝斋成为艺术界永远风向标的因果 在此祝福百年老店荣宝斋 基业长青